安妞,你是Olivia Oh,我是Olivia Oh, Oh 今天這集的內容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做的一件 襯衫外套 這個在英文已經有一個新的詞了 但還沒有在詞點裡面出現過 叫做Shacket 就是Shirt加Jacket 好,話不多說我們來看做法吧 今天使用的這個模板是在Mood這個網站上面下載的 我覺得Mood這個網站是蠻不錯 它提供了很多免費的模板 所以這一集的Credits要給他們 然後呢,剪出你所需要的模板之後 按照它上面所指示的方式剪出你所需要的布料 然後我這時候就發現我的布料不太夠 所以我的袖子的部分就不是它設計的那種砰砰袖 而是我用之前做的那個牛仔拼布外套的模板來做 那就是原本沒有計算好 所以我還是不夠布來做 零子 所以用所剩的碎布拼湊成一個零子 但也沒關係,最後就是把它藏在下面就好了 它的網站上有提供做法 可是有些很細節的東西 我想對於我們這種業餘的人來說還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製作的過程會是什麼樣子 首先呢,就先把背板的地方 這個後面中間正面對正面折起來之後 再往外翻 折出這樣的形狀之後呢,先用平針固定 然後再跟上面的背板 他們叫Yoke做結合 因為布料還蠻硬挺的 所以我在他們折痕的地方再做了補牆 就在上面縫個平針 加強它定型 然後接合的部分也用了平針加強固定 看起來會比較平整 然後第二步我們就可以接合肩膀跟兩側了 這邊網站上面是建議大家可以使用一個叫法式結縫的縫法 就是背面對背面縫在正面 然後把多餘的布料剪掉之後呢 像這樣子往內翻折 然後再縫在大概0.5、0.8公分左右的地方 那肩膀跟兩側都用同樣的方法處理 運用同樣的法式結縫法 把袖子也結合起來 學到這個方法之後才覺得有一些以前試過的縫法 比如說像毛衣針織衫的 說不定用這樣的方法也會比較適合 會比起還要再用自製型收編還要再好一點 那袖子口的部分就是往內翻折兩次就可以收好編了 當然這個網站就是這個MOOD上面 提供的做法會比較複雜一點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嘗試 但總而言之呢 袖子做好了就可以把衣服身體的部分跟袖子結合 這邊也是用法式結縫法處理就可以了 這個步驟我漏看了 所以我把下面下擺的部分已經先縫起來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我把它拆掉的過程 這邊就是要先處理前排的排扣 前面這個排扣的部分 他們的模板上面是建議大概半吋跟一吋左右 所以後來發現這樣子好像不夠 所以大家就斟酌要嘛就是把磷子再做快一點 要嘛這邊再多拉一點 就是不要做這麼精準 因為按照他的算法的話應該會不夠 那我們之後看下去就知道了 按照剛剛的說法就是 就是往內翻著比半吋多 然後再往內翻著比一吋多一點點 把兩邊都像這樣子 用這樣的方法收起來就可以了 那下擺的部分就是用剛剛排扣的方法 半吋一吋就把下面縫一條平針 這樣就可以了 下擺跟前排排扣那個重疊的部分可能會有點厚 大家就斟酌把重疊的布料 多餘的布料剪掉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剩下來的邊都用下擺的方式 就是半吋一吋的方式收好就可以接縫領子了 在接縫的時候他建議是先接縫下面的領子 這邊他沒有多做特別說明 但是我覺得左右兩邊應該要留 一公分到兩公分左右的間距 在接縫好下面的那一層領子之後 正面對正面跟上面的領子像這樣子縫起來 然後我就遇到那個間距的問題了 後來發現我折的這個好像比他還要再軟一點 所以原則上呢 他上面雖然量出來的是半吋一吋一吋的距離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再多抓一點 因為這個照他的圖力是要再多出大概一公分到半吋左右 所以我現在想法是把這邊拆掉一點點 然後讓這個再拉進去一點點 然後反正就是做一些調整 然後讓這個東西會慢慢這樣縮上來到這邊 這邊就可以躲出來就是這個部分 等一下要縫起來的部分 所以不是要從這裡開始縫 而是這個東西從這裡開始縫 就是這個東西結束的這個地方開始縫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There you go 這個就是解決方法了 I think 這樣子的解決方法應該還可以接受 然後就按照他說的把上面這個墨字型的部分縫合起來 把角落的多餘的布料剪掉 然後反翻過來 領子前面這一塊呢 最下擺的部分往內翻著大概1.5公分 1公分左右 然後跟下面的這個身體的部分接縫在一起 再來我們就可以放扣子了 如果是男生的話 扣子應該會是在身體的右邊 那如果是左邊的話 應該就是給女生用的 但也沒有一定是要這麼用 按照大家的喜好 扣子跟扣子孔做好 這件衣服就完成了 我覺得MOOD這個網站真的是非常的仁慈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免費的模板 大家也可以利用模板來做一些改良 譬如說我就覺得這一個版型還蠻適合做成羽衣的 如果再做一些改良 譬如說加強或是再加個帽子的話 說不定還有更多種不同的可能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布料跟這個花色不太適合做出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已經為時已晚來不及了 還是那一句花色跟布料的材質選對的話 大概作品就成功了一半 但是這集的心得吧 那這次使用的模板我已經把連結放在下面了 然後還有其他的idea 也一同把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點來看 自己下載這個免費的模板試試看吧 那今天這集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自己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給自己按讚 拜託囉 謝謝 如果你想看更多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訂閱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安妞